大家好,我是胖罗 本期视频要还原蒙七十神当中的 蜂肉烧鲜笋 也就是俗称的腌肚鲜 首先我们要将春笋剥壳 这个剥壳的声音真是泥脂令我着迷啊 烧鲜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放盐 反正也没关系啦 虽然大块的五花肉吃起来比较爽 但是我还是把它切成了小块 为了方便我们把它炖烂 当身边的一切如放 是你让我找到更替 不愿离开 只愿留下 情是永不忽畏 而每过一天 每一天这罪舍 我发觉我最爱与你一遍 煮火腿的时间千万不能太久 因为我们只希望把它的杂质和多余的油脂去掉 并不希望把鲜味也煮掉了 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煮汤咯 下面就看我的吧 蒸鲜不一碧 史上 黑若 такой 有数 日照 蒸鲇 火腿在锅里面 框入味 30分钟过后 我们打开盖子捞一下浮沫 这么干净我也是没有想到 那就随便捞点别的吧 我一直是用中小火来煮汤的 所以最后我的汤汁出来会是比较轻的那种 如果喜欢奶白色汤汁的朋友 从一开始就要用中大火来煮这个汤 汤汁才会变成奶白色哦 这个汤还没有喝的时候 闻起来就非常的吸引人 这一次的烟米鲜也顺利的完成了 尝到嘴里真的是咸鲜爽口 一点都不油腻厚重 再替你们尝块肉哈 再来口笋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哦 最终还是没能离开那个火辣的女人 老干妈 看起来 我把蜜蜜吃了 我把蜜蜜吃掉